我覺得時間不能把它說成是刻意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要過濾 因為要從監視器裡面來去看 然後再經過這個臉孔的識別等等 來去尋找 然後到最後發現應該是在 其餘縣的一個大陸級的 已經定居在日本沒有離開 因為他們在第一時間就已經有說 其中相關的人員已經離開日本了 所以他們等於是從監視器 或者是從他的離境的這一些辨識器裡面 也已經確認說有離開了 可能就是因為發現 還有一位可能沒有離開 所以就在追蹤那一位到底跑去哪裡 那追蹤到最後總算找到了 那找到以後他們就把他逮捕 因為有立案 那立案逮捕 那當然就根據日本的法律來處理 不過我還是在強調 到任何一個地方 到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國家 要遵守當地的法律 不過我覺得 日本的這些所謂的 這個神社 就是其實我們不太願意叫它 什麼軍國神社 因為 原本是一個忠烈詞 本來乾乾淨淨的 那日本在過去有一些戰爭中的一些亡靈 放在那邊 那我們也就尊重嘛 那是他們過去的歷史 但是問題是當他們侵略中國 侵略亞洲人 然後有很多人被定罪 他違反了戰爭罪 他就是一個國際的戰犯 有甲籍的有乙籍的戰犯 那都被定罪是戰犯 而當時日本的國王都反對說 你們怎麼可以把他放到 這個軍國神社裡面來 當時的日本的國王是反對的 然後這些人不理會他們的國王 然後還是把他放進軍國神社 然後國王從此以後就不去軍國神社了 去擊敗 因為他覺得這樣的情況 你已經交代不過去了 歷史上 而且也把以前為日本陣亡的這些人 那麼也把它弄髒了 因為等於是戰犯跟這些人混雜在一起 然後軍國神社將不再成為一個 所謂的忠烈詞 因為裡面有一堆是罪犯在裡面 我覺得到今天為止 日本的右翼軍國主義者 到現在沒有為他的戰爭行為 認錯道歉負責任 坦白說我一直不同意 當時所謂的以德抱怨 中國的政治哲學中 沒有以德抱怨這四個字 不知道是哪一位先生 搞出這個以德抱怨來 完全違反我們中國的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我們就以直抱怨 從來沒有以德抱怨 不知道是哪一位先生 天才的用這樣的一種 有點奴悲心情的 去搞一個以德抱怨 我到現在我都不接受 海軍的造船的船舖 本來就會用很多有毒的一些物質 它沒有辦法 因為它 例如說它要防止撫鏽 防止風化 然後它不斷地要去上漆 要做這些東西 甚至我們看到有很多軍事的物質 本身都是有毒的 例如說美國駐守在琉球群島的這些軍事基地 每天排出去的毒都很重 所以很多琉球人他們身上都有癌症 或是不明的一個證物 然後經過很多的調查都證明了 是美國他們在清洗那一些機器的時候 那麼所用的化學藥劑 然後它所流出去的那些水就污染了 菲律賓在那一艘迫棄的那個船上面 它本身已經撫鏽到很嚴重的 它的很多的機器 很多的機油 很多的油漬 它本身都已經開始產生有毒的東西 那它一直在往海底下裡面排放排放 一直在滲 在流出來的時候 它事實上就把底下的生態都破壞掉了 這個都是客觀的事實 也都是科學的證據 沒有辦法狡辯 剛剛蔡委員講的沒有錯 即使你菲律賓站出來說 要公正的所謂的第三方不需要 其實中國大陸的科研研究 那麼在當時在拍攝的時候 在取證的時候 都是第一手的資料 所以當它放出去的時候 我相信真正的NGO 也就是說真正那麼重視海洋生態安全的NGO 他們會重視這件事 可是如果是政府 例如說美國政府 或者是美國CIA 因為他們豢養的那些NGO 他就會裝得沒看見 理論上講 當這艘破船在那邊二十幾年的時候 它已經造成了海底生態的浩劫 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真正的NGO 早就應該站出來了 可是為什麼國際間的那些綠色的這些組織 為什麼都沒有人站出來 那就是因為大部分都被美國人養的 被美國政府豢養的這些 所以他們都安安靜靜的不講話 現在中國直接把證據彈出來 看你們還講不講 你們要不要告訴你美國政府 說該收手了吧 該叫菲律賓把它拖走了吧 因為你已經造成生態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您再等一陣子 如果這些NGO還是什麼話都不講 對 沒有動靜 沒有動靜 你們就可以知道 他們就是美國CIA 美國政府養的一群NGO 也就是當美國要整誰 修理誰的時候 他們就站出來叫 可是當今天美國人說 不要看見了 他們就完全沒看見 安安靜靜 這個就是聯合國或是國際間 尤其是國際間的很多NGO 其實都是被西方的國家跟政府 他們的情報機構養的一些單位而已 所以他們需要叫的時候 他們就會大出來叫 那就是因為 當美國要打哪一個國家 他們就叫他們出來叫 就跟我們1450一樣 政府要他們叫的時候 他們就站出來叫 然後您看看 我們今天的節目有多少人 1450開始在叫 我覺得中國大陸為什麼會成功 那是因為他向全世界學習 他並不只是指向美國學習 我覺得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向全世界只要有成功的案例 他都學習 像我們台灣當初成功的時候 我們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那事實上大陸也向我們台灣學習 他有很多的改革措施 事實上都有我們台灣的影子在裡面 同樣的他也向美國學習 也向英國也向法國也向德國 好多國家他都學 只要是你好的優點的他都學 所以中國大陸他今天能夠成功 是因為他一直在學習中 然後他一直不斷的進步 那他現在我覺得大陸的老師也好 學生也好勤奮認真 政府官員也確實是比一般的國家的政府官員 更勤奮更認真 所以他們的決策犯錯的機率比較低 成功的正確的比較多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他們學有所成的 他們現在是超越了 例如說我們都知道高鐵原來最好的是 法國跟日本 但是現在中國的高鐵比法國日本還要好 那波音跟這個空八 法國德國的空八 原本也是世界最好的 現在中國的C919 也已經開始進入競爭的行列 可是到今天中國還在學習 還在想辦法讓自己成長 讓自己成功 所以今天大陸有他的成就 是因為他一直在學習 到今天還在學習 然後再來就是創造新的東西 美國你今天落後了 你就應該要承認你落後 然後你虛心下來 向成功的國家來學習 例如說台積電的半導體成功了 他可以把這個晶片做得這麼小 雖然他是代工 可是他成功的 那你美國做不到 你不是硬把台積電搶走 而是你應該派人到台灣來學習 學習我們怎麼成功 同樣的道理你應該去學習 大陸怎麼把高鐵做出來 大陸怎麼把船 越做越大越來越好 越來越便宜 然後大陸怎麼把電動車做成功 大陸怎麼把電瓶做成功 大陸的手機原本手機 我們的HTC也是領導全世界 可是我覺得現在大陸的手機 在全世界是頂尖的 那你美國就不應該認為 我只有我的iPhone是頂尖的 而中國有這麼多的手機品牌 都可以跟你競爭 那為什麼不到中國大陸來學習呢 我覺得美國要把你的這種 驕傲的心態放下來 你不放下來的時候 你就永遠會一直落後了 未來確實有需要到十幾艘航 有需要 一定有需要 所以真的會這樣打造 一定會 我們已經有多次跟觀眾朋友說 十二艘是基本的標準配備 那是很基本的 而這個最主要我們還是在強調 因為海軍有一個它基本的 一個被制約的原理 例如說我們常講說 三分之一它要用來維修 那麼有三分之一用來訓練 三分之一用來執行行務 然後訓練艦可以 也可以搭配去執行行務 但是有三分之一它要進場維修 那海軍的維修裡面 有大維修跟小維修 有時候大維修要好幾年 有時候小維修 至少也可能要三個月到半年以上 因為它很多的烤漆 噴漆還有很多的渦輪什麼等等 它都要去 因為大量的海水這種鹹的東西 去撫蝕它很需要去維富它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叫做1比1比1 這樣一個比例 那你想如果說一個艦隊 我們講說好那個南部戰區 那南部戰區 假設南海艦隊在南部戰區 那它如果只有一個航母 戰鬥群 那它一旦執行了六個月的行務以後 它要進場 那要維修了 這個時候就進入了空窗期了 所以它最少也要三個航母戰鬥群 最少喔 然後如果要再遠一點走的話 那就是四個航母戰鬥群 這樣子它比較靈活能運用 所以我們才會說估計 所以四個航母戰鬥群是幾艘 沒有就是四個航母 四艘航母 但是它只有一個戰區 所以你如果要是三個戰區都有的話 那就至少要十二個航母戰鬥群 因為它才能夠升到更遠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未來的航母 不會只是在太平洋 甚至不會只是在西太平洋活動 它還要到美國的周邊地方來活動 到加勒比海 然後到大西洋 到北大西洋 到地中海 未來甚至到印度洋 都要派駐一些航母在那個地方 因為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 一發展起來的時候 中國的工廠 中國的工作人員 那麼到世界各地區設工廠 那麼它的利益不能被侵犯 所以國家有責任保護海外僑民 他們的安全跟他們的企業的安全 所以海洋通道的安全 跟海外僑民的安全都必須要保護 那在你大國的情形下 你的航母戰鬥群就要能夠過得去 美國就是走這條路 中國大陸也要走這條路 這是不得不走的路 那是因為中國大陸在非洲 在拉丁美洲 在亞洲 在歐洲 都設廠 例如說今天在匈牙利設廠 中國大陸未來如果假設 在歐洲有一些企業 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 你要能夠把你的軍力 能夠拉過去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我為什麼會一開始就是說 第四艘航母應該還是常規動力 最主要是因為第三艘是全新打造的 那它一旦論證成熟了以後 馬上複製一艘是比較安全又方便 而且又很合經濟的 這個對軍方來說 我們是先要耐用開用安全 然後再來就是新 新是下一個階段的事 我們要問的是誰在說謊 對 誰 史特頓伯格在前幾天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就說北約的手要伸到亞太了 說這一次的會議就是要把手伸到亞太 他是北約的秘書長 對 他是北約的秘書長 所以他的訊息資料是第一手的 然後辦公室在哪裡已經設立了 在日本的東京也已經設立了 所以史特頓伯格說 我要把手伸到亞太來了 而美國的歐洲北約的這位專家 國安委員會 他是官員 美國的官員 主管北約事務的官員 他說我們沒有 那到底誰說謊 美國白宮說謊 還是史特頓伯格說謊 但是日本的岸田文雄跟尹錫悅 確實要在這次的會議中 跟北約簽一些協定 所以 日本跟韓國要跟北約簽協定 所以目前來講 民調最低的岸田文雄 16.1%的支持度 還有目前正在面臨被彈劾羞辱的 尹錫悅 而且他的國會已經失去半數的 民調也是史上最低的 尹錫悅要把北約帶進亞洲 而目前來說 因為跟美國保持一個距離 那麼改善跟中國關係的 澳大利亞的總理 他的民調支持度上升 他的工黨穩定度高 他的政治穩定 他說我不是北約的會員國 所以我沒有義務要去參加這個會 所以他不去了 那他不去了 所以他派他的國防部部長代表他 而且還說 我的國防部部長不是每個會都開 有些要修理中國的會 那他可能要迴避了 他不願意開 這代表什麼 他不願意背書 第二個 他不願意北約到亞洲來 我覺得工黨的澳大利亞 他已經要回到 他們傳統的政治路線 澳大利亞是亞洲的國家 不是歐洲的國家 跟莫里森完全相反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